當他們已經習慣了這個地方 然後要這個地方讓客家來公道的時候 就有一個惡霸 就是捷運局來告訴他說 為了所謂的重大公共的工程 你們必須要犧牲 你們必須要搬到所謂的醫療大部門 其實這跟捷運局一開始 搭配他們的東西一樣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走過來